愿不如班上二分之一的同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天才啊 你只要能够持续发挥你的才能 珍惜它 你就有机会绽放你的光芒 达到某个成就 只要 其实不是只要 是必要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珍惜 发挥你的才能 而且持续让它成长的话 那最后 天才将 沿没在人群当中 成为庸才